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5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城中熱話 話說在觀塘有一個非常大隻的肥仔 就打算站在一個南河外面 保安員見坐非常大驚 抓到他實實 過程曝光 不過拍片的人被網民圍攻 為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也講講近日馬路之上又有危險的狀況 話說又有人會突然飛出來 嚇到司機死 據報相關的弟弟在幾個月前曾經做過相同的事情 提醒各位司機的情況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內地旅行團近期情況又如何 會否繼續濕爆這個土瓜環 和各位一起講講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觀塘肥仔擒南河外面凌空打算墮樓 保安伯伯拼命揽緊他 而拍片者有一個舉動惹來網民的功分 報導的內文提到網絡瘋傳影片 近日觀塘順利村有一名男子 打算跳天井自殺 全國新已攀出難可 遙遙欲罪 千鈞一發之際 保安圓伯伯 死命濫實 生死瞬間的影片由路過的網民拍下 但拍片者的一個舉動惹來公憤 事發在上星期三 說的是3月29日 疑似的事發地點是觀塘順利村 影片見到企圖跳樓的男子身形大隻肥胖 當時已整個人攀出中央天井的難可之外 只是危站於走廊的邊緣位置 以單手拉著欄杠搖搖欲墜 當時樓高約摩20層樓高 拍片者其後交代結局表示 那名男子已被救回並送到醫院 網友對於現場兩名保安員伯伯 死命扯實這個企跳男子 大家讚賞 要加許救人的保安員 不過亦有不少網民批評拍片者的舉動 就是拍片的正壞人 不用幫他解釋 究竟拍片者是做過甚麼 原來據報拍片者一直在旁邊拍片 看到兩名保安員其實不夠力 而這個人在拍片時尾聲問保安員是否夠力 即是阿蘇 自此那個影片就結束 未知保安員怎樣回答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據報兩名保安員真的非常之 即是一救人一命性做七級浮徒 救了這個男子 不過拍片者就被人圍攻 因為因為他拍片時看到兩名保安員其實差點不夠力 反而非常輕鬆問兩名保安員是否夠力 結果這個舉動就惹來網民的炮軍 另外亦講講馬路之上的炸彈 嘉欣又來過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彈閃的兒童在彌敦道再玩命 馬路高速狂奔 網友說遲早出事 報道的內容看到彈閃和再現彌敦道 去年好像馬路炸彈在各區玩命 鬧到滿城風雨的13歲少年 上星期六4月1日再出現車來車往的彌敦道之上 視這個汽車如無物 瘋狂程度令人詐欣 那名少年去年已經把各區的馬路當作遊樂場 多次突然在馬路彈出彈入 嚇到駕駛者 同年10月26日 警方終於在街上截獲那名少年 並作出警告 不過近期這個彈閃兒童又再次活躍 片場約摩14秒 事發在彌敦道窩打老道燈位 上星期六下午4時背著背囊的少年 手握手機 一路圓彌敦道馬路狂奔 多輛汽車從身邊拆過 他又慢線快速跑往快線 向旺角方向而去 片段到此結束 據報鐵文者說 這個小孩有點熟口熟臉 不少網友認出這名少年正正有前科的兒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報道的最新熱話 又是這個小孩 在各區的馬路突然之間彈出來 暫時未撞到他 不過不想見到這個意外 各位司機大哥多姦留慎 另外這個小孩上次也有前科 不知道會否按得住他 叫他不要再做這麼危險的動作 另外也說說這宗怪物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人掛還額 呼籲不要自己擅自餵這隻小狗 寫明狗狗每天都會有100元雞肉煲飯一日兩餐 回應的網友似乎有點羨慕 直指狗狗這麼好火吃更好過我 網友早前以這個請不要擅自餵自野生狗狗奧為題 將照片順載到FB專頁 看到掛於鐵絲網上的黃底紅字橫額 印有掃把和垃圾橫的圖樣寫有三行大字 就說狗狗每天都有100元雞肉煲飯一日兩餐 請不要再餵任何食物太骯髒了 我每天都要掃走 回應的網友形容這是人不如狗的系列 亦有人說很厲害 印上那條橫額告訴你們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這隻狗狗應該是有人養的 兼且好好夥食 於是那人掛了一條橫額出來特意訂製 告訴大家 他一日有兩餐吃的100元雞肉煲飯 另外因為有些朋友很有善心 就餵流浪狗的時間以為他是流浪狗 餵完之後最後那些食物就要主人掃走 是否如意話所說還要有待了解 不過這條橫額的確是非常搶硬 另一邊商也說說近期內地團的分流奇招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內地團打算分流去到楊子京號海上吃飯 今天開始一連三日停在觀塘開放五線時段 報道的內文提到內地廉間旅行團迫爆土瓜灣紅磡一帶 尤其午飯時段聚集土瓜灣食團餐的奇景 成為了都市奇觀 當局正在尋求方法舒緩有關問題 本來亭柏在北角 一向為旅客提供海上晚視服務的 楊子京維港遊觀光船餐廳 今天清明節開始一連三日出動 停泊在觀塘汽車渡輪碼頭 為內地旅行團提供五線服務 希望可以起到分流作用 出動楊子京號的觀光船 是旅監局、旅議會和業界 分流內地旅行團的最新方法 認為這個舉動可以即時發揮效用 舒緩土瓜灣、紅磡一帶被迫爆的問題 而且可以為飲食業界殺出一條血路 可以說是一舉兩得 如果效果理想 估計可以發揮吸取最後應 吸引更多的食肆加入行列 長遠解決問題 根據救私 楊子京號觀光船會在中午時段 提供兩個五線時段 會一輪時間45分鐘 會台限定10人 菜式方面一共分四類 有不同價錢 最便宜 會為女客收費64元 最貴160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都可以說是分流其招 楊子京這個觀光船 其實都有不少Youtuber介紹過 他平日不動 可能拍了在北角 不過船上的餐廳是開放的 很值得 近期既然內地團沒有地方吃飯 開一架船給他們 結果成為了一個新的景點 未知這個方法 能否宣援多些土瓜環的情況 還是把問題伸延去到觀塘 未知還要有待觀察 另外也說說治安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葵方茶餐廳的後門遭到叫鎖爆攝 不見了9萬元現金 報道的內容看到 葵方發生茶餐廳爆攝案 在今天4月5號凌晨1點多 葵方永方街9號 保安員在巡邏期間 發現一間茶餐廳的後面 是被打開 門所有被叫過的痕跡 懷疑被人爆攝 於是報警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爆攝案是每天都有的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 無論開餐廳還是民居都要小心 因為爆攝案的數字 近期都可以說是直線上升 不知和通關有沒有關係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